恭喜全红禅,41岁郭金金送两份大礼,周继红帮大忙,陈雨昕送祝福 大家好,我是老九,欢迎观看老九聊体育 中国跳水队现任领军人物就是16岁的全红禅 东京奥运会只有14岁的他一跳成名 当时还有很多大腕看不上,认为只是运气好 真的遇到各种艰难的环境肯定会被局限 没想到全红禅一跳跳到了全世界绝无仅有 但因为全红禅的出身卑微,伴随着寒门贵子的身份不断发酵 红离和争议纷扰也是同时不断出现 但众所周知,全红禅多次被造谣,被恶意攻击 都是因为他没有后台背景,没有人能护着他 随便谁都能过来指责他两句 就在全红禅不断的努力过后 现如今也终于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和保护 众所周知,郭金金对全红禅的喜爱和关注 早已不是秘密 郭金金更是以自己的经验和技巧一直在帮助全红禅成长 据网友爆料,郭金金已经认全红禅为该女儿 出手更是十分大方 在全红禅获得奥运金牌后 郭金金更是送上了珍贵的礼物 让无数网友直呼羡慕 郭金金送的什么呢? 根据爆料,郭金金和霍启刚专项基金会送出的 1000克黄金金牌和8万美金 这个奖励对于全红禅来说是一份莫大的荣誉和鼓励 郭金金表示希望全红禅能够有一个安稳的未来 也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热情和努力 不但创造更多的辉煌 而周继红也帮了大忙 周继红在全红禅主教练陈若霖方面也费了不少周折 这次全红禅重新夺冠 周继红也把陈若霖正式升职到国家队当主教练 全红禅未来也和陈若霖携手再创佳祭 陈宇希也是送上祝福 未来相信全红禅还会有更多惊喜等着我们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期留言